COVID-19防疫記者會 主持台南市府防疫記者會 他是時任的副發言人易俊宏 外表看起來文職彬彬 遭傳是黃偉哲愛將 卻遭報性騷醜聞 所有政府被接觸到這些學員 接觸到人也好 這樣說我蠢蠢蠢 易俊宏2022年被報性騷八個人 利用講師身份對八人言語騷擾 惡行長達七年 之後離開市府 當民進黨議員林依廷的助理 但醜聞再度被掀出來 秒PO文道歉 讓人感到輕浮的言語動作 及模糊的尺度邊界 再次向美人道歉 親辭綠議員助理 易俊宏到現在還沒有判決 民進黨就是關關相互 而嘉義某國立大學 也爆發性騷疑雲 一名已經畢業的女助理PO文 擔任男助理教授小孩的游泳家教 男助理教授硬拆她的泳衣綁帶重綁 腳抽筋時還從小腿按摩到大腿 事後和女教授約談 女教授敬回 我是女的都覺得你身材好 這是男生追女生的方式 要走姓平似乎證據不夠 直到現在校方才說依法處理 MeToo的事件燃燒全台 所以我們本校格外重視 台南市府國立大學校園 新一艘事件G203曝光 到底還有多少受害人沒有被接住 究竟還有多少魔抓 既然來觀張侯國文 台南嘉義綜合報導 我們的節目 字幕志願